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加油 战 大家好 我是战 秦文彬 大家好 我是陈丽婷 那最近这几天 大家都是看到那个新闻的数据 都心惊胆战的 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 是又飙了 又稍微回落一点点 可是看起来还没有缓和的迹象 所以很多人都开始又居家作业 然后又开始要锻炼身体 又开始更注重自己的 这个饮食 营养来提升免疫力 是 没错 所以今天我们的课题 也关乎到这个如何提升免疫力 那据说这个豆粉其实还是 对于这个提升免疫力 它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马上请你今天大主题吧 随着我国新冠肺炎的确诊案例 逐渐提高 民众除了减少外出 并照顾好自身卫生 也开始想方设法增强自身免疫力 除了通过补充维生素C 来提高自身免疫力 也有人食用豆粉 来让免疫系统处于最佳状态 豆粉是许多人在生活中 经常食用的营养品 对人体有着诸多的好处 但吃豆粉真的可以提高免疫力吗 也有传闻指 宝宝如果喝豆粉 会比喝奶粉来得更好吸收 这到底是否有根据呢 市场上的豆粉种类琳琅满目 不如就让营养师给您建议 看看应该怎么挑选 合适的豆粉吧 是的 我们讲到这个豆粉的好处 当然我们知道蛋白质的 优质来源是豆粉嘛 但没想到跟免疫力也有关联 所以今天我们要线上 连线我们的营养师 Gigi 萧莹姆老师 Gigi 老师 您在了吗 老师好 阿贾 萧莫好 是 好 老师 那据说这个豆粉 可以增加我们的免疫能力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请老师来跟我们解说一下 其实豆粉整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它含有我们人体九种必须的氨基酸 所以好像我们大家也了解 蛋白质是在挑战我们免疫力 所以是帮你这很重要的这个角色 第二呢 豆粉它含有大豆义黄铜 那大豆义黄铜呢 它其实是一种植物荷尔蒙来的 所以呢 这一只大豆义黄铜 对于帮我们提到我们的免疫力也是非常重要 那第三呢 除了大豆义黄铜之外呢 也含有大豆义黄铜 那大豆义黄铜呢 它是可以修复我们的细胞膜 活化我们的细胞的能力的 再来呢 这个大豆义黄铜呢 也是可以提高细胞的带气能力 免疫力之余力 还有就是再生能力的 那志杰老师 其实我看到这个人体必须氨基酸呢 我都有一点疑惑 因为氨基酸本来有很多种 对不对 当我们提到人体必须氨基酸的时候 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氨基酸呢 它其实是有九种的 因为在我们人体里面 其实我们是取下去 总共必须氨基酸是有九种 就包括好像有这个 一下子中文我也想不起来 所以没关系 讲英文也行 就是这个氨基酸是我们身体自己可以制造的吗 还是需要是用食物来补充的 如果是必须氨基酸的话呢 就是需要从这个食物那一边补充的 所以这个豆粉可以给我们这么好的补充 难怪它其实对于提升免疫力 一定有它的作用 对 没错 那老师是不是说到这一个 只有大豆的软磷脂 它可以帮助我们就是细胞修护 还是治愈能力 再生能力这样子呢 还是这个情况是蛋白质 它就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呢 蛋白质其实它对于修护我们细胞也是有这样子的能力 但是因为在大豆里面它都多了一个就是这个氨基酸 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大豆的名字 所以这一个呢对于好像预防 不只是预防 就是对于就是预防这一个老人痴呆症 那治愈啊方面这个也是有保护的 那治愈老师我们想请你再细分一下解剖整个这个豆粉 它里头除了刚才讲的大豆义黄酮之类的这个营养啊 必须按计算之外 它还有什么样其他的大大小小的营养素呢 其实它还有很多啊 因为很多人以为豆粉其实就只有蛋白质 但是根据这个台湾食品的营养成分治疗固呢 每100公克的这个豆粉就含有37.4的这个公克的蛋白质 那你们也是有脂肪 也是有这个碳血化合物 也有这个粗纤维 它也是有包括钙质啊 铁啊 铁啊 鑫这些 就像刚才我们也提到的 豆粉怎么提到我们免疫力 除了刚才我们讲的大豆义黄酮这一切 也是有这个性 在这个营养成分的性 其实也是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能力的 在这个档子里面呢 就有4.5毫克和100g的高层 好 那老师 刚才在这里我们看到 就是碳水化合物呢 是32.2公克 然后呢 这个能量是374大卡 那老师 这个能量和碳水化合物是怎么样来区别呢 因为我们都说 碳水化合物之后呢 会转化成能量吗 对 因为碳水化合物呢 它是可以 好像一 我们就讲一公克的这一个碳水化合物呢 它可以 就是转换成4 就是kcal的 就是转换成4大卡的 那么如果是很像蛋白质 一公克的这个蛋白质呢 它可以转换成4kcal的 就是4大卡 那如果是脂肪来说的话 就是一个公克的脂肪 它可以转换成9大卡 就是以此来换算的 那老师 如果以100公克来算 假设是一杯的豆粉 那它这一杯100公克的这个能量高吗 其实也没有到100公克 一杯一杯的 没有到吗 一晚上如果我们喝两汤汁 大概是25到30公克的 那大概要4杯才算 才算有这么多能量 所以因为很多女生会担心 说发胖的问题 或者能量过剩 没有消耗掉 是不可能对吧 其实是不会的 好 那老师 我们看到这个豆粉里头 它含有了这一个 另外的一个营养素 就是酶呢 它也是挺高的 那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这个酶的作用 在我们人体当中 它扮演是怎么样 那个角色呢 其实酶呢 它也是可以 对我们的骨骼 是非常好的 就是盖这个酶 然后酶的话 它对于好像我们的那一个 它是叫酶一小 酶是叫酶一小 它对我们的那一个 好像放松这些也是有帮助的 那老师 如果没有什么肌肉酸痛问题的朋友 其实这样子来补充酶 应该也是没关系的 对不对 它很少有过量的问题吧 基本上如果是我们 从饮食方面 摄取到这一些元素 不会有过量的情况 除非你是用保健品 那如果是你吃保健品 我们就担心你的身体 就会有过量的情形 OK 那老师我们在这边有看到 就是豆粉呢 它另外一个作用呢 可以保护心脏 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营养素 它具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存在呢 因为在豆粉里面呢 它是含有这一个 就是多元和单元的不饱和脂肪酸 它是没有党固醇 然后饱和的脂肪酸的含量 也是非常的低 所以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多元和单元的不饱和脂肪酸呢 它是可以降低我们的党固醇 三酸甘油脂 然后也是可以提到好的党固醇的水平 改善血管的健康 降低我们的血压的 再来呢刚才我们也是有提到的大豆义黄 那大豆义黄呢 它是有一种 它就是植物的荷尔蒙来的 它有类齿脂肪酸的作用 所以这个呢可以帮助就是防止 心血管疾病 特别是针对停经后的女性 因为他们的持续素的水平就是下降了 那导致到他们的脂肪啊 打固醇的代谢会异常血脂 打固醇是会提高了 那就会导致到他们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那这个大豆义黄酮呢 就是可以透过类齐技术的作用 去到这个保护心肝的作用 是 那我们都会建议 就是每天可以使用25克的大豆蛋白 就是你可以喝一杯的这一个豆粉 一克两克的豆粉来防止这个心肝病的 是 可是老师 讲到这个大豆义黄酮 又听到荷尔蒙这个字 其实我知道这个医学界 对于大豆义黄酮的作用 好像一直都有两极的这个争论 一个是说它可以有助于预防癌症 另外一个又说它可能会有反效果 那在营养学的角度是怎么看这件事呢 其实在我们的预防医学的这个角度 大豆义黄酮它是有双性调节的作用 双性调节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是很像你的这一个荷尔蒙 我们讲这个磁基素 我们女性荷尔蒙在我们身体上过高的话 那这个它是可以把它拉下来 它就是让我们的身体跟 就是它会有一种作用 让我们的身体以为我们身体 有足够的这个大豆义黄酮 因为它是跟我们的磁基素受到结合 就让我们的身体以为 你有足够的这个磁基素来 我不需要再分泌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把我们的磁基素给降低 但是如果当我们身体磁基素不足够的时候 它就可以发挥它该有的这个作用 就是类磁基素的作用 所以它会有双向调节的效果 所以对于预防癌症方面 它就是发挥这样的效果 特别就是降低乳癌的风险 因为它是可以跟我们的女性荷尔蒙的受体 就是它的磁基素做到结合 那就是可以阻止天然的 我们自己本身的磁基素发挥作用 降低那一个磁癌的风险 所以它是一个平衡的角色 对 它是可以平衡的 然后它也是可以透过抗氧化 出镜细胞标王 它也就是抑制这个癌症的发生跟发展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它就是做到双性调节的效果了 那只是可以对这个乳癌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吗 因为如果是男性荷尔蒙的话 就是前列腺的这个癌症 是不是也可以帮助得到呢 其实在男性的身上 可以降低前列腺的风险 因为为什么会有前列腺癌 主要也是现在大部分的男性 它的身体的磁基素的那一个水平提高了 可能因为肥胖的问题 可能就是一些生活的因素 导致到它的女性荷尔蒙的 那个level会比较的高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大豆一黄虫 它又发挥它的这个类磁基素的作用 所以它是可以替代部分的磁基素产生作用 让我们的身体就有一个错觉 你的这个身体的基素是足够了的 然后减少这个磁基素的分明 所以这样子呢 它就可以降低前列腺发生癌变的这个几率 了解 那老师如果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我们 因为我们喝下去的话 我们身体会自动调节嘛 那是不是说我们也不需要太过担心 过量的这个问题呢 基本上如果只是从饮食方面摄取 我们不用担心大豆一黄虫 会摄取过量的 除非就是吃大豆一黄虫 保健品 那个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我们不会去 是 如果是通过饮食 就不会有这样子的担忧 好 老师 我们知道会摄取这一类保健品的朋友 很可能就是比如说 要步入更年期的女性 因为她想到她磁基素会衰减 对不对 那其实这个时候来摄取的话 会不会才是最刚好的时期呢 其实如果是 基本上保健品 我不会特别去建议 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的情况也不一样 那我还是强调就是 我们不如从均衡饮食方面 就是你在你的饮食 加入一些豆制品 豆类 或者是豆粉 因为像刚才讲到 我们有这个子物磁基素 大豆一黄虫 所以在更年期阶段的女性 她们的磁基素水平都是会大幅度的下降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是我们可以摄取到 足够的这个豆粉 拿到豆制品的话 它是很有效可以改善 我们的这个骨质疏松症的问题 然后也是可以平衡 因为它是可以通过这个 平衡食技术的作用 然后改善这个更年期的症状 比如说好像 你会有热潮烘 就是热潮热 然后呢会有失眠 或者是脾气暴躁等的问题 它是可以很好预防 这个更年期的综合症 让你很安然地度过这个更年期 了解 那老师除了这个更年期 就是有年龄的一些朋友之外 那其实好像小朋友 宝宝的这个年龄层的话 其实是不是喝这个豆粉 好过是配方奶粉呢 因为好像我的话 我妈妈告诉我 我就是喝这个豆粉长大的 因为可能小的时候 有这一个乳糖不耐症 所以就必须要喝豆粉 所以它跟那个配方奶粉相比的话 到底是怎么样来取决呢 如果是针对宝宝的话呢 只是豆粉的话呢 可能就不足以宝宝的营养需求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都会比较来讲 就是用配方豆粉 就是soy base的formula 跟配方奶粉来做比较 实质上呢 它们是营养成分方面 没有太大的差别 因为它们都是formula来的 就是它们已经是被调制而成 所以它们两个都是含有丰富的 维他命A、D、E、K 都是否备无成长需求的 还有一些矿木质这一些 那主要的分别其实在它的蛋白质和糖的部分 那刚才我们提到配方奶粉 它的base其实就是牛奶嘛 就是牛奶粉 它是N分对我们母乳的营养组成成分而调制成的 所以配方奶粉它的蛋白质呢 它是会比较容易被宝宝消化 然后呢也添入高糖 就是这个乳糖 让它高糖的成分的类似我们的母乳 所以宝宝有更加好的能量来源 那牛奶中的这个乳汁 就是它的脂肪也去除用脂肪来取代 所以宝宝会比较容易消化 比较容易吸收 这个是配方奶粉 那对于这个配方豆粉呢 基本上它就是用大豆蛋白取代这个牛奶蛋白 来调配而成的 像刚才Earling说的 这一个你本身以前小时候有这个乳糖不耐着 或者是有一些宝宝对牛奶蛋白过敏的话呢 就可以用这个配方豆粉来替代 那一配方豆粉它是含有植物蛋白 葡萄糖就是果糖 它是没有乳糖的 所以呢对牛奶赴敏的宝宝是可以喝 而且配方豆粉它含有大豆粉 铃蛋白 所以如果是很像肠胃比较 比较敏感比较容易胀气的宝宝呢 它们的负担会比较的低 但是呢也是因为它的这个豆粉 在这个蛋白质方面它的消化率 可能就不如牛奶粉 而且大豆粉里面也是有这个大豆一黄虫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毒荷尔蒙 所以对宝宝的影响呢 还是个不确定的 可能会影响到宝宝的大脑啊 或者是它们的性发育 所以一般根据这个美国俄科协会的建议呢 无辱还是因而对首选的食物 但是因为自己的一些因素 可能没有办法喂到无辱的话 我们就选择就是配方奶粉 如果是配方奶粉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吗 有些人像有乳糖不带症 或者是因为宗教的因素 那最后的选择才选择这个配方豆腐 这个是根据美国俄科的协会建议的 这个选择 老师刚才提到那个性发育 是指科学界有一点疑虑是说 这个大豆腐黄酮可能会让宝宝 有一点性早熟的这个顾虑吗 对 好 所以现在 在未来可能他们患上一些 比如说如果是女性的话 可能会患上一些乳癌 或者就是子宫癌的风险 也是会相对的提高 就是他们会有这方面的担忧 因为毕竟那个是植物的核 明白 那是不是说老师 如果是宝宝长期喝这个配方豆粉的话 可能这个类磁技术 他们吸收的可能那个成分 就会较高于他们喝这个配方奶粉 长大的宝宝 是不是这样子说呢 对 就是他们会再跟 如果是喝配方豆粉 他们会比较早接触到这一些荷尔蒙 所以我们的 这个还在整轮性的 还没有一个确定 所以还是根据宝宝本身的情况 然后再由小儿科医生去建议宝宝 适合喝什么类型的这一个 这样子的配方 了解 那老师还会有宝宝 是不适合喝这个配方豆粉的吗 其实有啊 就比如说很像早产的婴儿 或者是出生的时候 他们的体重是少于1.8公斤的宝宝 都比较不建议喝 是因为这个豆粉 虽然像刚才我们讲 有这一个植物荷尔蒙之外 而豆粉它的 我们讲的 它含着这个铝的成分也是相对的高 比乌乳比这个配方奶粉相对的高 所以这个高铝的成分 它会影响到宝宝的脑 还有就是他们骨骼的发育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建议早产的婴儿 或少于1.8公斤的不适合喝 它也就是肾脏功能有异常的宝宝 对大豆过敏的宝宝也是不适合喝的 OK 对大豆过敏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就是它那个肚子会脚痛吗 还是身上会出现一些红斑 还是什么样的情况 都会 所以这个要特别谨慎 因为过敏的问题可能会致命 好 我们这里先休息一下 稍后再跟老师继续来聊聊 豆粉的种类 好 那今天我们聊的是大豆 豆粉对于身体的益处 我们线上继续有营养师 Gigi肖英子老师跟我们来聊的 那就是我们要谈一下 其实我们看过好像市面上 那个豆粉的种类蛮多的 Gigi老师 它是分什么脱脂 不脱脂 还是有其他的不同的分类吗 对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 其实除了就是我们平时手机的 虫泡式的豆粉 在市场上它也是有分成脱脂的豆粉 然后全脂豆粉 浓缩大豆蛋白粉 大豆分泥蛋白粉 还有就是大豆脂脂蛋白 那这个全脂和脱脂 是不是好像我们那个牛奶一样 就是那种 全脂和低脂的那种 是这样子吗 对 只是它们比较不一样 因为全脂豆粉跟脱脂豆粉 我们市场上都是会比较常 见到的 比如说脱脂豆粉就是完整的大豆 而且它没有经过就是去那个油脂的方面 它是直接磨碎了 整颗大豆磨碎了之道而成的 所以它含的那个油量是超过18% 那它的用途呢 那它的用途呢都是在有豆浆啊 豆腐它的作为原材料 然后也是会有作为这个食品添加剂的 这个是全脂豆粉 那至于这个脱脂豆粉的话呢 就像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把那一个 哎 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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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有这个大豆油嘛 就是榨取了大豆油 剩下的那个豆在它所制造而成的 所以它的这个含有量呢 至少只有1% 所以一般上都会在我们常接触的 这个低脂食品 会比较常见这个脱脂的豆粉 那浓缩大豆的蛋白粉呢 它的这个是比较高纯度的蛋白粉 然后它的氨基酸的含量 是比较高的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蛋白质的含量 是超过70%的发现 它都是用在好像面包啊 冰淇淋食品作为添加剂 还有就是好像饲料 比如说好像猪的饲料啊 鸡的饲料 都会有这个浓缩大豆蛋白粉 OK 那老师我想要问一下 就是刚才有提到的这个 全脂豆粉跟这个脱脂豆粉嘛 那如果是两者之间相比较的话 其实会不会担心说这个脱脂豆粉 它的营养素的摄取 其实会比较低呢 如果是比较起来的话呢 脱脂豆粉它的 因为它的含有量是比较的上 所以对于可能对一些 滋溶性的维生素 好像维糖尼A啊维糖尼D EK的摄取 可能是会受到影响 那老师我们常在保健品当中 听到的什么大豆分离蛋白 那个跟全脂和脱脂豆粉之间 或者浓缩豆粉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个大豆分离蛋白是 所以顾名十一呢 它其实已经是去除大豆大部分的脂肪 还有就是碳水化和母党 但是如果比较起 刚才我们讲的全脂跟这个脱脂 大豆分离蛋白的 它的蛋白质的含量是超过90个发现 所以好像我们平时喝的这个营养蛋饭 或者是做菌熟喝的这一个豆粉 我们的那一个火丁粉 都会有这个大豆分离蛋白 还有宝宝的这个水化的方法 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鱼制品 肉类制品 还有就是在面制品 它也是会夹到这个大豆分离蛋白 会让面它会比较有弹性 比较好吃 但是老师 会不会担心 可能有一些特别的人群 可能比较不适合摄取这么高 高剂量的蛋白质呢 会有吗 有 就比如说 肾脏功能不理想的人 都比较不适合 肾结时的朋友 可以吃这一类的大豆分离蛋白吗 其实也不太鼓励的 因为它们不能摄取太高的蛋白质的 所以我们其他分离医生 还有营养师的建议 再给它们需要的蛋白质的分量的摄取 那老师 最近流行的那种人造肉呢 又是用什么样的大豆来制成的 它是用大豆组织蛋白 它这个蛋白质的量是超过55% 所以它是经过大豆组织化 因为它会变成很像网状的这样子的纤维 所以很多时候 嚼劲很好 是吗 就是炒肉 腹肉 这一些 用这一个大豆组织蛋白所做成的 它是要让那个肉的口感好一些 接近真正的肉 对吧 好 那讲回这个大豆的豆粉 我们也常看到什么黄豆粉 黑豆粉 这两者它们的营养功效又有不同吗 基本上黄豆粉跟黑豆粉 对我来讲其实没有特别哪一个食物 它的营养特别好 然后你每天都一定要吃得好 基本上都是营养师 然后要均衡设施就是最好的 那黄豆粉跟黑豆粉如果是相较之下呢 黄豆粉蛋白质其实会比黑豆粉来的比较高 这个是根据每100公克的来比较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蛋白质是37.4公克的 还有就是黄豆粉的屌也是比较宽量高的 还有1.640毫克的 所以对于好像刚才我们讲到 如果好像有肾脏疾病的人啊 或者就是有一些健康问题的人 如果是太高脚 对他们的身体其实也是会形成的负担 但是它并不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因为如果是你身体有足够的脚 平衡的脚的话呢 你可以有水肿的问题 因为它是维持我们水分的平衡 然后也是对我们心脏 肌肉 心情细口的健康 是很重要的 是 那现在大家可以 所以黄豆粉会比较高 了解 那如果是黑豆粉的话呢 大家也可以看到它比黄豆粉 它热量是396大卡 好 然后脂肪含量也比较高 然后比较优劣的是在这个铁跟盖 对 都很高 黑豆粉的铁是半年1毫克 然后盖质是比较高的191毫克的 了解 那现在大家可以在屏幕上看到的 除了这个黄豆粉以及黑豆粉 那也包括绿豆粉以及红豆粉 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 绿豆粉的这个碳水化合物 原来是这么高的 62.9 对 很多人会误会 就是红豆粉和绿豆粉 它其实是属于脂肪的群体 其实并不是 红豆粉和绿豆粉 就是因为它们的碳水化合物比较高 所以它是属于主食类的 那是属于我们五股根类的 所以对于好像要减肥啊 或者是贪药病患者的 就要注意这两个的摄取量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它的 碳水化合物是很高 每100公克有62.9 但蛋白这方面 绿豆粉是21.7的公克 然后红豆粉是20.9公克 所以相对黄豆粉和黑豆粉 这两个会比较的低 绿豆粉和红豆粉 它反正会比较的低 了解 那老师如果是糖尿病患者 是不是比较适合 相较之下 可能比较适合摄取黄豆 或者是黑豆呢 都可以摄取最均衡的摄取 就是那个分量的拿捏 对不对 对 那老师除了豆粉我们常拿来喝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料理是适合 用豆粉来做的呢 一般上我会 我蛮喜欢就是用豆粉来做奶酥 因为有时候也不太能喝牛奶 所以我喜欢就是放这一个牛油果 或是放草莓 或者是放你喜欢的水果 然后加两汤匙的这个豆粉 把它搅成奶酥来喝 还有就是可以加入浓汤 浓汤 因为浓汤的话其实很肥 因为你就是用奶油 是不是可以取代奶油的那个部分 我们就可以用这一个豆粉来代替 这一个奶油的部分 就没有那么高卡路里 再来就是还有煎饼 煎饼 因为煎饼的话 它是用这一个面粉 然后也是有鸡蛋 那加入这一个豆粉 其实它的口感会比较酥脆 会比较的比较好吃 还有就是加入粥品 因为粥如果是白粥的话 对血糖控制不好的人 它会不好的 就是它的血糖会表达很高 因为它就是 和糊化了的碳水化合物 然后我们加入这一个豆粉下去 因为它是有这个粉 它就可以平衡 我们的血糖不会表达那么的高 所以比较有营养的次数 了解 所以就可以依据你个人的那个需求 需求来去正确的那个选择了 好 那现在我们先打住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我们来就是来了解 稍后呢我们来了解 就是如何挑选豆粉 千万别走开 好 欢迎回来 我们线上依然有自身营养师 Gigi肖银子老师 就是来跟我们谈谈豆粉的益处 Gigi老师 刚才谈到说 她对预防这个三高的问题 特别的好嘛 所以我们能不能说 适用人群很大的可能 就是可以集中在 比如说有三高问题的朋友身上呢 其实是可以的 特别就是很像有糖尿病患者 或者是高血药 高脑固醇 或者就是有心缺管境 疾病的人都蛮适合喝这个豆粉的 当然如果是很像你想要减肥 要控制体重都可以喝 然后对于就是素食者 或者就是不爱吃动物性蛋白的人 这个豆粉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蛋白质来源 OK 那老师如果想要控制体重的 我可以当这个豆粉是一种换食 或是代餐吗 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营养摄取 会不会偏差还是什么 其实是不足够的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呢 就是不要上次地把这个豆粉 当作是代餐 因为它的营养成分是不足于 我们一餐所需的 就是当早餐这样是不可行 其实还要配 比如说喝一杯豆粉的话 要配水果 蔬菜 蔬果 是这样子吗 对 也要搭配好像其他类型的食物 像蔬菜 水果 或者就是蛋白 这个我们讲的碳水化合物 面包 点心这些都可以 OK 所以这个豆粉它扮演的角色 就是属于是蛋白质 而不是碳水化合物 是不是这么说 不是 它是蛋白质 对 它是蛋白质 所以好像跟我们讲的 红豆粉 绿豆粉 大概就是碳水化合物 那老师刚才有谈到 因为豆粉还是有一些顾虑 在食用上比如说 飘鳞的这个顾虑 所以有痛风的朋友 或者节食的朋友 可能就比较不建议吃豆粉 对吧 对 所以痛风病患者 如果好像平时没有发作的时候 这样的喝是OK的 也可以喝一杯到两杯 但是如果是在发作的时候 就避免摄取 因为黄豆毕竟是属于高飘鳞的食物 那对于圣结石 因为它们是不建议喝 是因为这个豆类中的 它其实有那个超酸盐 它会跟钙质做结合 然后会形成这个结石的 会加重重这个圣结石的症状 当然它也就是很像有 胃会养 胃炎的人 就避免喝 是因为豆粉 它本身就有一定量的那个低聚糖 它会引起就是有脏气 腹脏这样子的问题 会让它们更加不舒服 OK 那老师 所以糖不过敏的人 当然也是不适合喝 好 了解 那老师如果是尿酸的朋友呢 有尿酸的朋友 是可以安全饮用吗 平时适量的喝是没问题的 最主要的是 要喝足够量的水 对 可是老师 如果这个朋友 他同时又有乳糖不耐症 或者对牛奶过敏 牛奶蛋白过敏 然后同时又有溃疡 胃溃疡的问题 那他怎么办 他牛奶跟这个豆粉 奶粉都不适合喝 是这样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会从其他的食物中 摄取他需要的蛋白质 好 理解 那老师 那你更年期妇女的话 是不是可以在这个摄取豆粉上 可以来得更多呢 就是分量可以更多一些 基本上我们也不会建议太多 就是我们就是一到两杯 其实已经是很足够了 因为蛋白质 我们还是可以从其他的饮食内容那边拿到的 那老师 我们有听说 甲状腺功能低下就是hypo 对不对 他不适合喝豆粉 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 其实甲状腺底下的人可以喝豆粉 可以喝 可以喝的 只是很多人就会怕这个甲状腺底下 他们有在吃这个甲状腺荷尔蒙的药物 所以怕他会干涉到这个药物的吸收能力 但受饭是没有这样子的证实 证明这个甲状腺底下的人 他是不能吃这个黄豆 所以我们都建议如果是你担心的话 最好就是你服药后的四个小时 你再吃黄豆瓦或者是豆制品 包括豆粉这些 那老师 那甲状腺的药物会有这个疑虑吗 如果那个人是假装先抗净 那他也在吃药 没有这个证据 其实坦白讲 从食物干涉药物的这个影响 并不是那么的大 只要你凑开那个时间来服用 都可以了 了解 这样子老师我们在喝豆粉 有没有一些禁忌也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会不会担心说可能我们空腹喝的话 会担心这个胃胀风的问题 一是担心会胃胀气 因为它比较它会有那个抵菌瓜糖 会胀气 当然也是会 因为大白质大部分都会转换成热量 而被消化掉 因为它是空腹 所以就起不到那个补益的作用 所以你可以搭配面包 或者是糕点一起来吃 那这样子 这个大白质在淀粉的作用下 也是可以让我们跟那个 让这个胃液充分的发酵去媒介 然后营养物质也会比较容易被吸收 当然最好也是不要加糖 那包括这个红糖 因为这红糖里面它有很多的有机酸 有机酸它就是会跟这个大白质 它会有结合 会产生这个变性的沉淀物 所以就会对这个豆粉里面的营养 比如说铁这些吸收会大量的减少 因为它会破坏那些营养的成分 这样就变成会浪费掉 老师这个变性沉淀物 是不是会累积在我们身体里头 可能会结实还是什么的 到底这个是变性沉淀物是什么 它是就是你的身体 比较不容易去吸收那个营养 就好像铁 铜这些微量元素 所以它会可能阻碍吸收的部分 对 主要是不会导致到结实 好 它就是比较难吸收这样而已 老师 如果我们喝豆粉的时候 我们突然是早上的时候喝 配面包再加鸡蛋 这是一个很好的组合吗 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呢 就不要打生的鸡蛋 因为我有一些顾客 他们喜欢喝豆粉 但是他们就是 豆粉热嘛 他就打一个生的鸡蛋下去 它就会让到这个蛋白质 就比较不好的做到一个吸收 会降低那个吸收率 因为我们的鸡蛋里面 它有那个粘性蛋白液嘛 还有就是豆粉里面有那个鸡蛋白液 它会做成一个结合 所以这个产生会比较不容易 让我们身体吸收的物质 就会影响到鸡蛋 还有就是这个豆粉里面的营养系统 老师 你说的影响这个营养的吸收 它是形成一种浪费 还是形成消化的不良的状况呢 会有消化不良 然后会脏气 然后对这个蛋白质的吸收率 是大大的降低的 好 那老师我们在挑选 这个豆粉上有没有一些技巧呢 比如说可能有没有要选择 Nan GMO的还是怎么样的 有没有一些 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当然我们最主要就是 先看那个成分表 我们需要去注意 到底它有没有添加任何的防腐剂 人造色素或者就是有没有微素的 当然如果是最好的话 我们就选择有机的 然后就是肥状基因 还有就是去皮的豆粉 这个黄豆是最好 因为这些天然 成分会比较的天然 如果是Nan GMO的话 我们是可以在哪里去看得到呢 基本上就可以在我们的 营养标签那一边可以看到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肤表吗 我们有这一个成分 它的成分就是成分 那左边的你可以看到 这一个是用100% 或有去皮大豆来去尝到 然后呢 有一个Oligo Saccharide Oligo Saccharide 是我们讲的寡糖 它是一种prebiotic 对我们的尝到 是非常好的 是我们尝到益生菌的 食物来的这个prebiotic 所以如果比较起 第二个的就是右手边的这个肠酸 它一样也是用100%的有机大豆 但是相较之下呢 它添加了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有这个Maltose 就是我们讲的麦芽糖 Centrum的酸 还有就是这个contain spermitted flavoring 就是我们讲的是味素 所以相较这两个起来的话 豆粉A它会比较的单纯 所以呢当然我们除了比较成分之外 那我们也是要看它的营养 比如说我们要比较它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 还有就是它糖的这个分量 我们尽量选择就是没有糖 或者就是低糖的 然后要选择蛋白质比较高的这个豆粉 那我们可以看回去刚才的那个比较图 我们的营养标签 好像我们在左边的那一个有机大豆去皮的 然后是没有添加糖的 它的蛋白质的含量是比较的高 你可以看到100公克的这一个豆粉 它其实含有21.4的这一个蛋白质 如果好像我们要做营养标签的这个比较的话 我们是用100公克的这个分量来做比对的 是了解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蛋白质是21.4的公克 然后呢它的这一个含糖量 Total数分只有4.6 但是像这样的右边的这个豆粉B呢 它的这个含糖量就相对的高 每100公克就有37.2公克的 所以我们要选低糖的 对 就是可以依据营养成分来选择 今天非常感谢GG老师 谢谢GG老师 好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听听 8864有什么娱乐新闻的分享 芮们 不得了 对 宗信哲被爆两年姐弟恋 告吹了什么一回事呢 那另外这个SHG的Selena 就除了爱上了Rap的部分之外 最近还用了13个小时来做她的新造型 到底什么造型这么厉害呢 还有今天也准备了这个本地热化的单元 到底单元里面会说些什么热化呢 底下三点钟一一地告诉你 好的 谢谢芮们 好 我们也休息一下 稍微来跟大家讲一讲 另外一个提升你的免疫力的方法 叫做淋巴引流 是什么一回事呢 少姐 是的 欢迎大家守着火雷加油站 那我们刚才有提到 这个淋巴其实还起着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排毒 那这个淋巴引流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今天我们就马上连线我们的物理治疗师 Alvin 老师 老师好 老师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请 是 老师 是 老师 它在哪里 淋巴系统 来 先跟我们讲解一下 好的 所以淋巴的这个系统 其实是你可以 就是很多都会在颈项 这边 像我们的唇部那边 那么多呢 其实是因为我们都有鼻子 你懂 耳朵 眼睛 然后当然我们的下体也是有我们的屁股 所以通常就是好像就想象一下 就是你去上飞机 然后你要做Custent的时候 所以淋巴就是要把那些 怎样讲就是那些排泄物 或者是 毒素 就是它们会分解 就是分开来 好 你是好的东西 你就收进来 收进我的身体 如果不好的话 就会排 所以现在这张画面都是 比如说颈部的淋巴结 又淋巴的导管 这一类都是 包括叶窝的淋巴结 对 都是用来跟我们身体做排毒 排泄物的那种代谢的功能吗 对 都是排毒 就是detox 在里面的话 那老师 这边特别要 那个高兴一下 就是红枝的部分 就是淋巴 这个颈淋巴结 以及这个叶窝的淋巴结 是不是这两个地方 它是属于比较集中 这个淋巴的部分呢 所以我们要在这些区域 特别地进行一些按摩 还是什么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淋巴 景象的淋巴 跟叶窝的淋巴 就是好像阿杰所说的 就是那边就看到 会特别地多 比如我们的手 或者是我们的脚 都会特别多 就是好像我讲的 就是习惯 因为我们吃的东西 都是需要 从那边做过一个衣服 是好的东西 它就熟 不好的它就排 了解 那老师 我们常提到的 听到的这个白血球 其实也是其中一种 就是传导免疫系统 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是不是 对 所以好像 为什么我们有白血球 就是因为白血球的功能 就是把那些 就是一个 我们讲 军队 军队 对 去打仗 打病毒 什么的 就是打掉那些不好的东西 就是如果你有毒素 毒液这些 他们就会打掉它了 然后淋巴系统 淋巴就是排毒排线 是 还有平衡细胞组织间的液体 还有帮助吸收 小肠里的脂肪酸 这个是防内脂肪是吗 如果淋巴系统 因为如果你讲一讲 这个系统它是吸收不到的话 就算我们吃什么 吃到几多 它也吸收不到 它会影响 帮助小肠里的脂肪酸 吸收得更好 了解 所以我们可能就要做 这个淋巴引流的 这个可能按摩这样子 那要做这个淋巴引流 它的好处又有什么呢 Alvin老师 好 它的好处 其实你可以 因为刚才我们讲到的 就是那个淋巴 所以如果你们有发觉到 就是有些人 就是动手术过后 那个手或脚都会特别的肿 是 会水肿还是什么 它是因为阻塞了 那个系统 所以我们要把那些都是 消除掉那些水肿 然后也可以减轻压力 然后消炎 如果有发炎的话 就消炎 如果动手术过后 然后其实也可以帮助到 就像如果有那些疾病 也可以预防到 好 那很像我们长时间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站立 还是什么 可能我们的腿也会有点水肿 那其实就是按摩一下 做这个淋巴引流也会帮助到 是不是这样子 对 如果它有这些 如果是水肿 其实可以做淋巴引流 就帮助消炎 就磨到水肿 是 老师 赶快来教我们一下 假设我们讲 这个颈部的淋巴很集中 对不对 怎么做引流 引流跟按摩有什么不一样 那个动作有什么要诀吗 好 所以好像淋巴 因为淋巴其实在那个 皮肤的下面罢了 好 很浅很浅的位置 当你淋巴的时候要很轻 不要使命地按 是要很轻的 不是那种很大的 老师示范一下怎么按 好 我先示范 所以你可以在那个锁骨这里 锁骨 然后呢 所以锁骨 你就把手指 两只手指 放在锁骨 从锁骨上面的那个凹槽 拉到下面 对 好 就是会觉得痛吗 老师 用指腹的力量吗 就是手指 就是它把你的那个皮肤 拉 然后你会 推 了解 好 有点好像弹力的感觉有没有 对 会有点弹力的 就是其实因为我们如果 比较专业的话 其实我们都不会就是这样子 你不会看到我们的手就是 拉然后再放手 所以老师过程中不觉得痛的对吧 痛就不对了 好 对 会红吗 对 红眼不对 那个力度是对的 可是方向有点错 方向怎么样老师 要往下 方向就往下 就是往前 就往前 往下 对 是这样子 OK 然后就开始放手了 是 可以要做多久老师 做多久老师 做多久老师 15次 15次 OK 那这个是我们可能就是颈部的一个部分 那还有什么地方我们也可以来做的呢 老师 做老师 我们就做上半层了 是 可以做手镯 那应该比较简单吧 手镯要怎么样 怎么弄 哪里 哪个部位 好 手镯 所以我搬开一点点 好 好 所以那个手 我们讲搅拌 是 对吗 就抓着 看到我的手是什么 看不到老师的 他看老师的一下好了 是这样吗 我们请 对 你看 所以你有一个好像细心 好 然后你把你的 放在你的手镯 然后你就是搓上去 往上啊 用那个颌骨的部分这样子 还挺舒服的吗 这样子 对吗 老师对吗 对了 对了 这个好像安抚 baby 一睡觉的时候做的动作 好像按摩一下还是蛮舒服的 那老师其实我们这个淋巴系统 如果是发生故障之后 它会有什么后果呢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阻塞的部分 会是怎么样 好 所以好像刚才我们讲到 关于到免疫系统的这个 这个一定会有一个障碍 因为服务如果 就是想一下如果服务有了障碍 没有人做工 它就比较便宜 毒素就是那个累积 然后就没有办法排出水肿 这些等等了是不是 对 然后也会有很多毒素 然后消化系统也会出现问题 水肿 了解 今天非常感谢Alvin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你 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引流的动作 希望大家都长保健康 那明天我们要跟大家谈 则是三叉神经痛 听说这是天下地痛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对 如果你有疑问的话 欢迎你发简讯给我们 018-370-0792 请专家帮你解答 好 明天见到手中火力加油站了 拜拜 拜拜 1 1 2 3 Ready or not I'll find you Oh hi mommy Wanna play A lot of children You have imaginary friends You have imaginary friends It's a positive experience Is there anything we can do to help him be less you know destructive You could try playing with him more at home He's a good kid You know he's just got a really I don't know vivid imagination right now Josh Joshua I am speaking to you You put our son on medication You didn't tell me You didn't tell me I'm not seeing what I'm seeing You don't understand how bad it is You saw Zay Didn't you He's here with you as he did that Get off that trash I never want to see you again He saw you too Stop I swear I saw something standing in the corner watching me Using your son to try to reconnect with you I'll be right now I'll be right now I see you Whoo It's You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